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,列明南营五大香科之一的麻豆香,今天展开第一天咬尽,镇头,甚较多达162个,蜈蚣镇长达约85公尺,信众睁磨蜈蚣头,蜈蚣为其求保救平安。 麻豆代天府主寺代天寻寿五府千岁,代天府主委陈中山说,麻豆香科在民国45年以前是每年扰境,此后才每三年一科,麻豆香至近62年,今年戊区香科是第22科。 麻豆香有162个镇头参与,绵延数公里的香镇在麻豆区绕境祈福,信众被香岸攻营,第一天出巡皮头,海浦,庄里,港委等里辖区,第二天将绕境安夜辖区,第三天绕境以麻豆市区街区及近郊为主,香镇运用GPS卫星到航设备,掌握绕境队伍位置,出巡路线管制,麻豆景分局也规划交通, 输导管制措施和快打部队,防止镇头起纠纷,麻豆香的开路先锋是吴公镇,共有19节,38位神童,底下庄轮子用人力推动前进,今年庄阁系满为唐太宗跨海征东,吴公镇可以驱邪,所到之处受到民众欢迎。 十二婆解镇,梁皇宫的龙凤阁也是备受注目的镇头,麻豆香另一大特色是以武王骑马领镇出巡,武王神教跟随在后,与一般香科有主神神教压镇在后的情形不同。